這蠻單純的一個平圖 整個平圖你也可以一次以一個顏色 整個平圖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你第一個顏色比較不會一下跳太遠 所以我們在畫 有的時候你也會發現我們會一下子就上了一個基本色調 再來就黃色的深一點的顏色深黃 一樣的跟剛剛這個泥黃 濃度加深 光是它的濃度加深就會加深 沒有加深 剛才我們這個挑了一些水 所以濃度加深的 好 平圖 這個只有在練習調色而已 帶水平圖 帶水平圖法 要塗平 最後一個 黃色 暗一點點 我們可以直接加一點橘 或者呢 加一點對比色 它就紫色掉 這裡面沒有紫色 那你就要調一下 對不對 紅 這個紅的在這裡 加一點點藍 進來 它的暗面就有了 加一點點 跟加一點點紅 意思一樣 怎麼樣來辨別顏色 動態中找色彩 就是調色的時候找 所以你如果今天長這樣的時候 你會不知道這個顏色到底是哪一個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要用顏色的時候就是 動態中找到的顏色 可以了 就是你在動裡面 動態的時候看到那個色彩 對的 畫進來 只有平圖而已 練習調色 色快 好 再來 洗